第四集,北旅宋军区 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这场名为齐心协力的海上联合演习,上午在拉远龙省波落甲登场,将会持续到16日,飞方将派出包括北旅宋军区陆战队员及海军士兵,美方则为第七舰队士兵,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员观察演习。 北旅宋军区司令沙拉秒称,这场演习将有助非美两国海军进行更广泛的海事合作,并因应非国海域内可能发生的假想情况,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 这场演习将在拉远龙省、三苗里斯省和贾美帝省的海域举行,这三行都是面向南海,其中拉远龙省波落甲位于旅宋岛北部西岸,距林里拉已北约270公里,与南海相望。 另外,三苗里斯省正对黄岩岛,两地相隔仅约124海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2016年上台后,菲律宾对美政策出现急转弯,由阿基诺三世政府对美一边岛政策回归到在主要大国间维持平衡的菲律宾传统外交政策。 杜特尔特辱骂奥巴马,频繁提及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历史,多次表示要和美国分手,并多次扬言要停止与美国举办联合军演及南海巡航。 然而,现在看来杜特尔特又食言了,为什么又? 因为这与美国齐心协力的海上联合演习并非是杜特尔特首次食言。 在今年5月7日,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美非兼兵兼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启,共有8000余名官兵参加,为期12天,日,澳,英三国都前来助阵。 读者们,是不是感觉杜特尔特特不靠谱,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 但是,怎么说杜特尔特,都好过前任,阿基诺三是不知几倍,因为菲律宾国内亲美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杜特尔特时常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 读者们,我们是不是该谅解一下杜特尔特,说说你们的看法?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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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